穿着睡衣的镜香,面色超红,气喘吁吁 一扇不整的胖虎和小夫更是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肉体接触 大熊的房间今天怎么这么热闹 大熊和蓝胖子看漫画正上头 妈妈要人去买信封,两人争执不下 大熊坏笑着,要用猜拳来决定谁是那个倒霉蛋 可蓝胖子只能出石头,这不明摆着羞辱他吗 一气之下,蓝胖子准备做时光机逃跑 被大熊一把扼住命运的喉咙摔了下来 这时,外面响起了外卖小哥的声音 蓝胖子灵机一动,我们也可以,用外送电话点信封外卖啊 见蓝胖子,好像很熟练的样子打电话让人来送信封 大熊觉得能送到才有鬼了 没想到文具店老板娘光速前来打脸,真的把信封送来了 大熊看到好道具就坐不住了 立马打电话叫了最新一期的漫画 送书来的居然是总编辑 这可是相当于经某达级别的服务啊 大熊一拿到好道具,就膨胀的臭毛病又犯了 立马去给老妈献殷勤 可老妈只说了三个字,你一边凉快去 回到房间,蓝胖子告诉大熊 外送电话不仅能点外卖,还能滴滴打人 这下,新漫画都不香了 大熊直接下单静香这个大活人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棚头垢面,头顶冰带的静香 原来,人家正务冰在床呢 蓝胖子见状,赶忙又认一门,让他回家了 这年头发烧了,可得好好隔离呀 刚送走静香,妈妈让大熊把信放进油桶里寄走 虽说大熊刚才是想跑腿 可那仅限于能用外送电话偷懒的范围 真要处理,他就不乐意了 偷懒偷到底,大熊就是要试一试 能不能让油桶也送货上门 不久,一个眼镜男气喘吁吁的 搬着油桶来到了大熊家门口 大熊也真是心黑 投完信,还让眼镜男把油桶搬回原处 好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 虽然蓝胖子看不惯大熊滥用外送电话的行为 可是当他看到电视上那要排长队购买的 铜锣烧石金塔时 瞬间真香了 打完电话,蓝胖子像个恋爱中的少女一样 脸红心跳,小鹿乱撞 只听了一阵如雷贯耳的脚步声 一位毛发旺盛的鬼火大叔 静止进了大熊家 大熊还以为黑帮大哥来了,吓得脸部着地 大叔也是个急躁人 直接把箱子对着蓝胖子的面门就砸了上去 原本梦幻般的铜锣烧石金塔 被摔得稀巴烂 蓝胖子心疼得要命 可是自己点的外卖跪着也要吃完 这时,妈妈突然告诉大熊 刚刚那封要寄给白海道阿姨的信 没贴邮票 可是信已经寄出去了,怎么办呢 要不是蓝胖子及时阻止 大熊就要用外送电话 把阿姨从白海道叫过来了 蓝胖子让他别想外门邪道 好好看漫画 然而大熊又动了 叫漫画家上门的歪心思 忽然,老爸上门送温暖了 他给了大熊一个公司熟人 送他的美少女偶像亲笔签名手办 爸爸还真是很懂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什么呀 大熊越看越着迷 想用外送电话 叫我向本人来 让他好好看看 这次蓝胖子真的生气了 要收回道具 大熊却死皮赖脸的 求着再用一次 蓝胖子心软答应了 没想到 他居然叫来了胖虎和小夫 就为了在他们面前晒一波 胖虎正在收持小夫 莫名其妙就上大熊家来了 哪有心情看什么塑料小人 继续打起小夫来 一记横扫 把小夫踢飞 无辜的手办 被砸得宛若无码分尸 胖虎接着一记泰山压顶 连蓝胖子和大熊一起打 要不是大熊吊着一口气 打外送电话 叫胖虎老妈上门 可能真的要咽气了 蓝胖子觉得 再点个医生来 给他们制止比较好 但大熊已经怕了外送服务了 如果在刷动漫的你的身边 也有这样一个外送电话 会点什么外送服务呢 评论起来说一说吧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提问提问 如果海豚会飞 那它会是国家 几集保护动物呢 听着海豚歌唱 躺着幸福的游客里里 有些人的生活 真的是好忙哦 下周又要出海旅游了 这额包丑恨拉的 胖虎气的 都不知道手中的大棒 应该累向谁了 当大熊回到家 看到蓝胖子在做美梦 还是不忍心打断 可好奇害死猫 一听说乘船周游 蓝胖子兴奋得像只猫 可蓝胖子穷得 也埋不起帆船 大熊觉得自己很傻很天真 被子一盖就想静静 可蓝胖子大包小卷 已经开始打包行李了 众人奔向梦想 可都觉得蓝胖子 有点不靠谱 海上船倒是不少 可没有一艘属于自己的 一听一言不合 却被叫成蓝骗子 蓝胖子拿出道具 一同扫描 道具做出回应后 但是蓝胖子 转转跳跃 我闭着眼 盯上了一头海豚 胖虎一言不合 就想老拳相向 蓝胖子赶紧掏出 随意假板 大手一挥 就给海豚盖了帽 这要是被动物保护者看到了 不得找家常啊 蓝胖子打头阵 大脚一脉 就成了缩小板 小伙伴们纷纷效仿 钻进了帆船 春日海风 感受着不一样的帆船之旅 可帆船突然一抖 海豚就要下潜 还有在下潜的最后一刻 正是钻进了舱内 舱内虽小 却别有一番风景 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报复小夫 正是朝着九州进发 正是来到驾驶市 这种海豚还可以操纵 简直就是细思其孔 蓝胖子确认好航线 接着按下按钮 就会出现零食 边吃边喝直奔目的地 看海豚突然一声悲鸣 本以为海豚不乐意了 看海豚不喜欢的话 是不能被操纵的 周人也就没当一回事 海豚跃出水面 周人换成泳装 纷纷跳入大海 250只斤的铁块 竟然还能漂浮 静下海大雄一起下来嗨 怕我可不会给大雄优雅 下水的机会 直接暴力甩出 蓝胖子拿出浮飘气霜 潜入水中 大雄竟然比而起了水上杂技 这可是汉鸭子的必备神器 再也不用担心 有个泳人却没了 小伙伴们跟海豚玩着捉迷藏 再来个海水按摩 胖虎更要晒成塑胶宝通款 远处传来了小富的鬼库狼嚎 终而膀胱一扫 就看到了乘风破乱的小破船 小富做梦都没想到 老爸就买了艘便宜货 只能让自己的肚子翻墙倒海了 从夕阳到星空 没有手指的蓝胖子 弹起了游客里里 海豚又是一声悲鸣 显然就是有心事 蓝胖子要入侵大脑 打开机器 就看到了成群的海豚 原美祖赛的海豚想找家人 却被抓来当了游艇 可能那些都是海豚的事 就让身为动物的猫来想吧 经过一夜的乘风破浪 终于迎来了风平浪静 一家人相拥着默默流泪 就看到一条海豚飘了 小富一家都惊呆了 树背上不是这么娇的呀 而海豚的身下是蓝胖子众人 站得高看得远 蓝胖子掏出翻译魔语 对一通喵喵喵证明 多学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 奔出了方位后 找到了大家族 感谢了海豚这几天的照顾 海豚回归了自己的家族 私人游艇旅游一周却没拍照 这不是小富的风格呀 小富只好放出虎狼之词 可谁会信呢 海豚要会飞 虎猪都能上树了 那么小伙伴们想成什么去旅游呢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蓝胖子被中年大叔 尾随后臂冬 只因为他知道大叔 愿倾其所有来换取的秘密 十月刊上的狮子假面剧情 在关键时刻戛然而止 狮子假面 在被反派的光线击中后 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虽然大雄说 狮子假面有主角光环 是不会挂的 但蓝胖子还是茶饭不思 也不能寐 最后他决定 直接去找作者 喵子不二喵本人 问个清楚 喵子家门口的一堆鞋子 显然表明 蓝胖子已经来晚了 蓝胖子跑到房间门口 被一个眼镜男拦住了 原来 他就是狮子假面的编辑 快接稿了 喵子还毫无动静 他在门口等的 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蓝胖子 等不及听完他的抱怨 拿出穿动环 直接穿墙 戴着贝雷帽 坐在书桌前 叹气的香肠嘴 眼镜大叔 正是喵子不二喵本人 蓝胖子 凑上前一看 这咋还空白的呢 闻身而来的编辑 看到空白的原稿 破防了 你这是准备憋大招呢 蓝胖子灵机一动 坐时光机 去看下个月的杂志 不就知道剧情了吗 这样想着 他露出了一抹 阴险的笑容 到了一个月后的书店 以狮子假面为封面的 十一月刊 果然好评发售中 蓝胖子拿起一本 还没看到一半 就被地中海老板 拿着胆子赶了出去 想白嫖 没门 蓝胖子一路逃回了 原来的世界 大雄得知 蓝胖子提前看了下一期 死皮赖脸的 求蓝胖子给他剧透剧透 而蓝胖子也顺破下驴 一路装枪做事 吊着大雄的胃口 等到小伙伴们 都在空地上集合了 他在居高临下 告诉了他们 接下来的剧情 蓝胖子并没有画出 狮子假面的命运 而是无中生地 出来了一个 狮子假面的弟弟 狮子狗假面来救场 再之后的蓝胖子也不知 只能来上一句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突然 蓝胖子从水泥馆里 爬了出来 他以为蓝胖子所说的是他自己的脑洞 正苦于平静的他 死死抓住蓝胖子 这根救命稻草 一路追着蓝胖子 安在墙上要挟他 编辑的到来 救下了蓝胖子 作者大人 你再不画 明天可就得瞪白纸了啊 蓝胖子也很无奈 可他没钱买杂志啊 只看到一半就被赶出去了 能有什么办法呢 但对现在的喵子来说 能有钱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收钱办事 谁不乐意呢 蓝胖子高高兴兴地 又一次去了下个月的书店 书店老板看到 蓝胖子又舔着脸皮来了 正准备再用胆子放大招 看到蓝胖子拿出了钱后 马上换了一副笑脸 果然 有钱能是鬼推磨啊 喵子画道 蓝胖子之前说到的地方之后 就再也画不下去了 这个样子 像不像算不出数学题的小伙伴呢 但他发现 蓝胖子正坐在门口 看漫画 看得忘乎所以 当看到蓝胖子真的拿来了 他还没画的11月开始 吓得冷汗直流 但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蓝胖子把编辑赶出房间 开始看后续的情节 狮子狗假面也被反派抓住了 他人都傻了 这算什么呀 在下个月怎么办呢 于是 蓝胖子把12月刊也买了回来 这次的剧情 是狮子狗假面便当后 阿龟假面来救场了 这剧情也太敷衍了吧 可耐不住破门而入的一群编辑 所有的漫画都等着今天结稿呢 蓝胖子本着 能不动脑就不动脑的原则 让蓝胖子把所有的下月刊买回来照着画 书是买回来了 蓝胖子却画到再起不能 只能靠蓝胖子来临摹了 蓝胖子边画边想 下月刊也是我买回来的 照着临摹的人也是我 到底咱俩谁是作者啊 不知道小伙伴们等录幕的更新 有没有等着急呢 是否愿意坐时光机 去提前看下一期视频呢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当你面前同时出现两个小夫 你要打的是这个黄小夫 还是这个绿小夫呢 成年人才做选择 孩子网表示 我全都打 一听到大熊回家的声音 蓝胖子就开始蓄力嘴炮了 等他一来就开火 没想到大熊今天特别乖 竟然直接就写起了作业 事出反常必有要 面对蓝胖子枕头和点心的诱惑 大熊终于说出了原因 原来今天老师要来家访 大熊只能装乖 希望可以少挨几拳 这时抽屉突然弹开 原来是小多拉订的快递到了 盒子里的东西叫变身复印机 只要戴上他触碰别人 就可以连人带能力 一起复印后变身 这简直就是为大熊做死 而量身定制的道具啊 大熊无视性引擎 给老妈垂背 趁机复制了老妈的基因 然而却什么都没发生 原来还需要 集中精神冥想才能变身 可是这身衣服 怎么看怎么奇怪 这时老师来了 大熊和老妈同时出去迎接 老妈看到另一个自己 还以为是泪出了幻觉 决定回屋服个美容教 看着小短裤露腰衣 老师直呼没白来 可谈话题转移到大熊的成绩上 大熊直接来了句 我家的孩子以后你少管 把老师怼得哑口无言 看着变高的大熊再作死 蓝胖子恨不得 蹦起来踢爆大熊的膝盖 大熊又把下一个目标定为学霸 一见面就上去戳人家学霸的小脸脸 复制完就无情地走人 变身学霸的大熊 脑子一下子就开了光 长相也是一模一样 一见到静香更是殷勤地 主顿要来个一对一规防辅导 蓝胖子不放心大熊 所以跟去当了一个安静吃喝的胖子 大熊虽然脑瓜子变聪明了 但奈何磕睡虫的天赋过于强大 娇着娇着就打起哈起来 大熊的半边脸居然变了回去 把蓝胖子给吓喷了 脸盘用自己40米宽的身躯 挡住了静香的视线 还说自己饿了 让静香去拿点心 大熊一看镜子 我的天哪 这是谁 拼命集中精神 才在静香发现之前还原了 结果大熊又飘了 耍了一手好杂技 看得静香直夸 人家就喜欢幽默的呢 听到静香的夸赞之后 大熊膨胀了 却被蓝胖子直接拎走 熊熊啊 你这是要为学霸做嫁衣吗 小夫路过 看到学霸跟蓝胖子在一起 甚是奇怪 蓝胖子本想糊弄过去 大熊却管不住嘴 把自己一顿夸 还顺机戳了小夫的小脸脸 成功变成了小夫 然后跑到胖虎面前告密 小夫在前面说你是大猩猩哟 这下把胖虎给说懵了 小夫不就是你自己吗 大熊又改口 我刚才在前面说你是大猩猩哟 胖虎可不愿跟他兜圈子 举起拳头就霍霍向大熊 一个拐角 大熊和小夫撞车了 胖虎一看 有两个小夫直接放弃了思考 打包拳带走不是更好 大熊趁乱变成了胖虎 要和胖虎一起把小夫胖打一顿 小夫裂开了 赶紧逃命 大熊和胖虎分头追赶 眼看大熊就要追到小夫了 却反手被胖虎妈拎住了耳朵 成了送货的打工人 还累倒在胖虎店门口 给胖虎捡了个大便宜 大熊本想掏口水喝 可此时已没人认识他了 蓝胖子听老妈说 门口有个没见过的孩子 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此时的大熊脸不停地变来变去 就连镜香也对他很戒备 无情地关上了门 落魄的大熊只能流落街头 蓝胖子却在身后 说出了如何复原的秘密 小伙伴们能猜到 大熊如何才能复原吗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少女芙蓉出水 结果下一秒 水竟然结冰了 这一切还要从一场 突如其来的暴雨说起 动漫转到高潮 却被老妈喊去收衣服 正所谓高潮无尿点 谁动谁先输 可不收衣服 老妈就会变女帝 短短两步路 蓝胖子偏拿出凝固灯 放在了雨中的衣服下 然后继续当起了追巨猫 这包操作都给大熊看呆了 为了不让偷懒便吃席 大熊只好自己去当收衣人 却看到液体的雨水 编成了颗粒 俗称下冰雹 等天晴了雨停了 衣服都干了 这就是凝固灯的能力了 可以将没有形态的物体 固化五分钟 大熊打开窗户 正想看到户外吸烟的光头墙 一发C位灯光 差点无以为天使来人间杜劫了 正所谓小玩意情 大玩伤心 大熊想给媳妇也来拨福利 于是又来到了 跟媳妇的秘密基地 一发C位聚光灯 这温泉水 比昨晚的隔夜馒头还要硬 于是等镜香来泡澡时 第一次对温泉 有了无从下角的感觉 本以为自己学会了 悬浮超能力 结果下一秒 大熊还想送给更多人惊喜 嘿是惊吓 就看到杂耍人 蹲蹲蹲干了一瓶小麦饮料 接着伸出一口沉浅老气 结果下一秒 两人继续 以不作死就不算完的节奏 来到了后山 远远看到山中貌似有大火 这哪里是大火呀 明明是有人背着伙伴吃烧烤 正所谓吃毒食者 见一个杀一个 大熊将混合这自然辣椒麦的烟气 变成了固体 小夫偏偏守线 结果飞剧了 死者两人伤势严重 背后黑手还在一旁疯狂大笑 按照哆啦A梦定律 大熊每集都会被胖虎胖揍一顿 别了不让自己吃息 蓝胖子要来牛顾刀 对着云朵来了一发 竟对虎方二人下了死手 虎方他追 蓝胖子他跑 天上的云朵纷纷落下 为两人争取了逃脱的时间 遇到湖泊时 蓝胖子展开灵力 为大熊玩起了水上飘 虎方觉得自己也能行 结果 扮回一城的大熊心情舒畅 可蓝胖子却一脸愁容 因为小夫的烧烤炉仍然开着火 蓝胖子返回山中的途中 大熊一个手滑 几乎镜香悲剧了 与此同时 山中一燃起熊熊烈火 大熊慌了 蓝胖子还在这时候习惯性荡机 可现在 手装能用的只有凝固灯了 大熊用凝固灯 将火焰变成了固体 虽然暂时解除了危机 但固态火焰只能维持五分钟 需要及时将火焰搬走 蓝胖子拿出祖传铁铲 让众人将火焰敲碎 蓝胖子负责搬运 将火焰倒入湖水中 来来回回几个回合 人未被清理的火焰再次燃烧起来 大熊及时将其固化 在众人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装完了最后一桶 可就在输宿的途中 火焰再次恢复了原状 要不是怕烫手 大熊估计就当场吃席了 当了一次救火英雄后 大熊想让静香 尽力着神奇的牛顾灯 贴完牛顾灯的作用后 静香总觉得 这效果有些眼熟 所以说 恶搞静香洗澡的彩花贼 是原地自爆了吗 1 谢谢观看